剛看到有人霸占座椅來睡覺 還有一個惡霸的行為 出現在新竹竹北市的公有停車場 為了要省停車費 有民眾把車停在停車閣的前面 但其他的車輛都沒有辦法進出了 而對這樣的怪線上 竟然是無法可管 竹北後火車站這個停車場 實在與眾不同 別的地方是一味南丘 這裡卻是有停車閣 但沒人停 還把車子違規打橫 堵住進出洞線 都並排不停停車閣 因為怕收費 要省停車費 只是為了省停車費 就出現如此沒有公德心的行為 難道無法可管嗎 只能報警處理而已 沒有其他方法 沒有了 不過警方表示這個停車場 屬於半開放式 不同於路邊停車閣 並不受交通管理條例限制 因此沒辦法脫掉或開單 只能建議停車場業者 將違規車輛移走 這麼多停車閣 他們不停停在這樣子 擋住我們整個行車動線很奇怪 為了省這個錢 影響大家的進出 我覺得不好 這些微停車輛 不只妨礙其他人的停車權益 還讓公家短少了許多收入 50個停車格 每小時20元以8小時計算 每個月扣除假日有28個工作天 估計得花上20多萬元 如果以50%的周轉率來考量 一個月至少10萬元跑不掉 這種投機去掉的行徑竟然無法可管 看來除了道德勸說 公權力也應該醒一醒了 明新聞 我們葉新凱 新竹報導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